您一定要锁定 继续来看到这几年 有越来越多中国企业 在美国收购顶级的旅馆来经营 也成为一种中国热钱 投资美国的新趋势 甚至有企业直接是买下土地来盖饭店 在中国有一家知名的地产集团 日前就耗资了10亿美金 买下了洛杉矶市中心有一块地 即将打造是顶级住商混合的商业中心 带着头盔的中国绿地集团董事长 以及洛杉矶市府官员 站在挖赌机前一起缠土 这是启动洛杉矶市区的综合商业中心建案 这个占地27万平方公尺的空地 未来将建设豪华饭店 公寓大楼以及商店区 打造摩登商业中心 洛杉矶的项目当中 也是按全球水平去建 无论它的布局 它的产品的组合 还有它的硬性的管理 都会按国际水平 我们在城市综合的建设方面 我觉得我们很有优势 我们会把各种产品的组合 来扩大它产品的附加值 使它更加便捷 使它更加人性化 新的建案坐落在洛杉矶 主要的高速公路的中心点 距离洛杉矶市地标 Stayward Center 开车不到三分钟 四周围都是高级旅馆 餐厅以及娱乐场所 是外国观光客旅游的热门景点 商业中心完工后 预计会为洛杉矶市 注入庞大的商机 洛杉矶市综合商业中心 是绿绿集团投资美国的第一个项目 工程总共分五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的四星级饭店和大楼市公寓 预计在2016年完工 集团也将在纽约以及英国伦敦 砸下重本经营公寓 看得出中国企业 积极在美国房地产业分一杯羹 等于学历美金英雄文 在洛杉矶的采访吧